上世纪40年代 美国工程师查尔斯H.奇莫曼 研制了一款薄柄状的飞机V173 它宽7米 长8米 重量1吨 用两台活塞发动机驱动一间两副大好螺旋桨 并用螺旋桨滑流抑制宽短机翼的一间窝流 使诱导阻力显著降低 并使这副奇莫曼机翼在高速滑流中产生较大生力 只要发动机正常 不管飞得多慢 V173都不会失速 据此 安装两台1300马力发动机的更大号XF5U原型机 空重达到了6吨 而失速速度却只有大约每小时60公里 它具有高机动性 和接近每小时800公里的高空平飞速度 但在喷气时代到来时还是被人遗忘 后来有航母玩家发现这副机翼前后颠倒更好飞 于是创造了反其莫曼机翼 并强调这是在向经典致敬 将原作颠倒过来的致敬方法 出自俄国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 他的这段帕格尼尼狂响曲第18编奏 就是在向小提琴家帕格尼尼致敬 创作方法十分简单 直接把现在听到的帕格尼尼随响曲第24首 给它上下颠倒过来即可 具体的制作工艺是这样的 拉赫玛尼诺夫这番操作启发玩家 同样以致敬对象为原料颠倒一下变成新的经典 比如用KT版制作的遥控小飞机 在滴雷诺树下 这种小展显比的反其莫曼机翼 尽管异形只是平板 但它前缘制造的涡流 却能通过涡系的相互作用 对机翼生力产生明显影响 使这架小飞机具有随影角突变的飞线性生力 和较大的失速攻角 能够以稳定的姿态坐大角度抬头慢飞 是一款简单而有趣的遥控飞机 将它放进风洞里观察 在机翼公角五度时 发现反其莫曼机翼从头部两侧的前缘 产生了分离涡流 这两股涡流不仅对前缘施加吸力 还提高了头部边界层的动能 推迟了气流分离 因此在五度公角下 这个没有异形的机翼 靠分离涡获得了大约0.15的生力系数 如果将机翼公角增加到10度 前缘分离涡的强度和作用面积就会增大 并带动旁边的空气加速旋转 造成左右导的两个二次涡流增强 并向前缘靠近 使机翼受到的涡生力进一步增大 生力系数提高到0.35左右 继续提高公角到15度 增强的分离涡 使两侧的二次涡强度跟着增大 机翼生力系数超过了0.5 同时二次涡搭接相连 开始造成机翼内侧的边界层扰动 这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于是我们继续增大机翼公角 发现分离涡和二次涡的强度级范围 依旧继续增大 同时机翼中间的气流开始紊乱 在公角20度时 生力系数超过了0.7 公角达到30度 发现前缘的分离涡也头对头搭接到了一起 开始出现很强的相互作用 导致二次涡膨胀占据了整个一面 于是整个上一面 就被前缘涡制造的这对集中涡所覆盖 并在其低压区里获得了很大的生力 使30度公角下的生力系数 预升到1.05左右 可见反其默曼机翼是靠前缘涡及涡系的相互作用 而获得了飞线性胜利 更可贵的是 即使公角达到30度 主涡也依然稳定 并没有脱落或形成助涡 能让小飞机在大营角下稳定慢飞 只是营角增大时 涡流的压力中心会后移 需要机翼后援付出更大的堕量来克服低头力矩 但和三角翼或矩形翼相比 安装反其默曼平板机翼的V型飞行器 能更有效地避用低雷落树下的前缘涡流 获得意想不到的高升力 因此这样的前后颠倒机翼 确实是对原作的完美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